哎呀,你结婚你要靠你老公,那个依靠也是不实在的, 他说我结婚要靠我老婆,那也是不实在的, 会故,是的,我已经都是无质性的,所以结婚吵架多啊, 吵架多啊,对不对,已经结婚了,那就免谈, 没有结婚了,当然大家都想修行嘛,是不是, 谁要一起冒这个险呢, 你,你要是结婚了,你不会发现什么新大陆的, 那个都是旧大陆的,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啊, 千千万万的人都结过婚了,你还没有结婚算是个幸运的人, 你延企就是无质性的,要靠什么,靠你的决心啊, 世间什么是让我们最依靠的,靠我们的决心, 靠我们自己的意志,就是这样子,这样就对了,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,我们如果,我们的做人如果做得很成功, 我们的推动力增上也会很强的, 也会很强的,比如说我们平常对人家大家都很好, 但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, 总是嘛,确实需要安慰,确实需要鼓励, 因为毕竟是凡夫,他从小只是用依靠, 用依靠的,那么你要依靠这个境界, 你就不可以给这个境界一个杀气, 或者是攻击伤害,都不可以的, 哪个地方都结这个善言, 等待未来的因缘,记住师父的话, 哪里都跟他结善言,那就等待未来的因缘, 因缘一成熟了,你的真善言够了, 真善言够了,是不是? 那你的因缘福报就到了,是不是? 就是,所以你有这个缘嘛,所以说,不管我们怎么样, 到哪里啊,就是很讨厌的最多就是点点的好啊, 这也是一种修行嘛,看到那个最讨厌的, 你都可以忍入,也可以这样适应, 全世界的人都拦不倒你了, 所以啊,我们是讲修行,当然是靠自己, 可是平常我们说散不出去的善缘是很重要的, 毕竟我们是依靠的生命嘛, 现在我们没有到独立跟绝对的生命, 我们是用依靠的生佛方式, 依靠,那就必须看这样子外援, 不要讲话不伤人, 态度不要恶劣, 我们不管怎么样子啊, 都给人家一个希望, 给人家一个怎么样, 一个方便, 动不动不要做得太绝, 那么不好的, 所以这个, 如是赢的如是, 那么我们分析开来啊, 就是自己靠自己是最重要的, 但是我们凡夫了, 散播这个外援就等待的将来的缘跟果也很重要,